好金棒的早 大家好我是鱼匠 今天我要尝试做一款芝士蛋糕 最本里要用到的酸奶油 市面上已经可以轻松买得到 不过我看了一下价格和分量 我还是自己做吧 首先准备一碗汤便宜 买了1000毫升的小蓝天天素甜品 是在吉安过期前洗小金棒和小辣蛋奶油 按照配方的分量 持续应该有112.5毫升 取了空瓶子 倒入适量干净的水 保持空气流通 温度是一日照不少12个小时 夜晚清浪通透 然后你就会得到一只鸭子奇特的柠檬精 油药 它们会融合成一种神圣的浓稠的状态 然后放在一边静止30分钟 接着拿出一锅忘记些小块的奶油奶酪 就不太热的热水上融化它 如果环境温度太低化不开 你可以试试化更热的水 然后加入砂糖 用砂糖的水分决定融化姿势 一直按压到平滑没有颗粒感 然后忘断抽 狠狠的抽它 哎呀我跟你什么老人埋怨呀 闭嘴你的血眼 这一步是为了果油更多的空气 使得蛋糕有软面的口感 搅匀之后 加入适温融化好的黄油 继续加上搅 再加入刚刚思考完生的酸奶油 这时乎就会一下子变得生坏了 分次加入鸡蛋 一定要搅匀了再加下一次 不要当快一只鸡蛋进去哦 玉米淀粉就要一只新加 快速搅拌均匀就完成了 如果前面按下姿势的步骤做到了 最不会有颗粒 但是如果有像我一样出新的小可爱 那就要是过手一下吧 我啦我就没有过来 你知道晚上有多难洗吗 还记得大明湖畔的那盆热水吗 垫在锅底剪成隔水 用烤炉180度烤个30分钟 然后关火 在里面闷到浆温冷却再拿出来 不保鲜膜冷藏12到24个小时 时间不定是偷睡一下 喜欢热食的宝宝可以省略这一步 不过热食真的好喝 不要买到小时 我今天晓得眼光 在这里只能靠一 Gui hoorra 你个人烏手 下雨 怎么也在哪里 我一定会没纳会 在这里 在这里 那么 我 所以 把 最后我教大家一个小鸡脚 最后我教大家的小罐 特别用油脂包 面包很长可以放大概五天 期间你什么时候想吃就可以插一个 真的非常方便哦 在这里视频的话 别忘了地点赞 加碗的时候加碗 别忘了 来吧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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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